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3 2 1 开始 当然还是会紧张的 尤其是这一次挑战的戏份 又比上一部来得这么大制作 所以在指导戏的过程中 我还是会有点紧张 但是只要你习惯了它的环境 跟享受了它的过程 也就不会那么紧张了 是因为有一次我跟我家人 去银行处理私事的时候 我就我在排队的时候 看到一个老奶奶 就一直来来回回的去那个桌面 一直问那个银行人员要怎样 要怎样这样 然后当多次来回了 过后她决定走了 过后我就听到那个银行人员 就跟她个别同事八卦就批评她 用很不好的语气去批评那个老奶奶 所以我觉得这是现在的社会问题 我想要带出来拍出来 让大家有一个觉悟 我当初写这部剧的时候 主要带出的东西就是 大多数的妈妈都会牺牲掉 她们的时间来去照顾家人 然后但是因为大家都习惯了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都会觉得它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 但是其实大家都不知道的是 全部妈妈在背后的心酸 所以还是要多关心 关心一下身边的家人 最大的挑战就是还是要时间不够 可能还有人员 人员有点少吧 就是人数不够 工作人员的人数不够 是因为当你在专心做另外一件事情的时候 可是你又要去分那个经历 再去做别的东西还是什么这样 所以你的脑袋要够清晰 不然的话当下真的是会很乱 尤其是我们DP她在前两天的时候 她已经把那个线给离开了 所以但是我们也互补到 因为到后面两天我也身心疲惫 在最后一天的时间上还蛮感的 而且我又要现场改剧本 加上我跟我的DP又有点小小的争执 可是到最后我们完美地说出来跟解决 所以 由于时间上很短的关系 所以我们大家都是每天晚上睡 都不到六个小时的时间 然后又要起身继续拍摄 在大家很累很累的时候 但是大家还不忘努力的 想要把这部剧最好的意面 呈现给大家看 然后再加上过程中 我们有一些小小的争执跟意见不合 我们都是公开在大家面前说出来 然后一起解决啊 这是我最喜欢这个团队的地方 所以在这里我先 我先谢谢大家 大家辛苦啦 听到了这么多有趣的故事 是不是有点好奇我们的作品 是长什么样子的呢 我们的作品《无限的爱》 会在5月13号就见面啦 希望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这次的作品 希望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这次的作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